前面說過了,小千辛荷蘭大勞員跑來亞洲 卻發現好的地方都已經被蒲西兩國佔領 他只好到安問島建立據點 雖然這也是香料的產地 但距離亞洲其他商業中心只能說遠到靠北 你就知道荷蘭一開始有多慘 但吃草的日子沒多久 1621年在荷蘭東印度公司偉大科恩總督的衰領下 隻舊艘軍艦浩浩蕩蕩的打下了巴達維亞 作為東方貿易的總部 也就是現在的雅加達 雖然沒那麼偏僻了 但其實目標還是中國 想要Made in China的商品 那時候Made in China可是發財的象徵呢 所以荷蘭人開始物色中國沿海的據點 首先他看上的是葡萄牙人的澳門 這兩國本來就因為搶奪貿易權大打特打 後來又因為西埔三秒合體 當正在與西班牙打獨立戰爭的荷蘭更加仇恨葡萄牙 打葡萄牙等於打西班牙 而且拿下澳門後還可以進攻西班牙在亞洲最大的根據地 馬尼拉 而這時荷蘭有一個盟友 就是在1588年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 支持他們反抗西班牙暴政的英國 雖然在歐洲他們是盟友 在亞洲也組過聯合艦隊來對抗西班牙人 但面對香料這種可以發大財的商機 也是可以立馬翻臉變成深仇大恨的敵人 就在國仇加恨下 荷蘭人在1622年6月率領艦隊浩浩蕩蕩的出發 目標是奪取葡萄牙的據點澳門 1300名荷蘭人進攻只有150人防守的澳門 卻遭到葡萄牙人與黑弩頑強抵抗 雙方在澳門外海展開大戰 激戰三天 葡萄牙人成功已掃幾多大敗荷蘭人 而本來就與荷蘭人有嫌隙的英國人 自始至終都在一旁幸災惹禍 攻擊澳門失敗的荷蘭艦隊怎麼可以空手而回呢? 他們轉往澎湖 但澎湖從宋代開始 就有漁民在這邊捕魚休息 算是自古就是中國領土 不過這次荷蘭人是有備而來 不單直接打爆明朝復健水師 還佔領了澎湖 且準備在澎湖興建城堡 打算這樣定居下去 中國人被打爆後表示願意和談 澎湖就讓給你嘛 於是雙方代表的廈門談判 誰知道這是中國人的鴻門宴 荷蘭的代表不是被殺就是被消失 並趁機燒毀了荷蘭入侵的船艦 荷蘭人氣憤之餘 夾派軍力馳援澎湖 明朝也不是小朋友 由福建巡撫親自領軍率大軍準備反攻澎湖 但荷蘭人有堅固的防禦攻勢久攻不下 就在包圍澎湖九個月後 雙方在海道裡帶著牽線下展開河灘 明朝政府說你要發財我不反對 但你在想動澎湖的歪腦筋 咱們大明將發動三省的兵力打爆你 這可嚇死了荷蘭人 雖然中國人弱弱的 但他一個省等於歐洲的一個國家的人口 光有人海戰術的淹死我們了 這時明朝官員卻偷偷說 澎湖旁邊有一塊肥沃的土地好便宜啊 叫做大園 那邊隨便你玩天朝不會跟你計較 荷蘭人聽到隨便你玩眼睛都發亮了 於是荷蘭又在1624年進入大園 也就是台灣 取得台灣這個戰略要地後 荷蘭人便可攔截往南與馬里拉 與日本、中國之間的商船 當時中國磁器在國際上相當受歡迎 不但可以賣回歐洲 甚至轉賣給旁邊的日本都可以發財 不過明朝政府因為海盜的關係 不准與國外通商 反正就是鎖國啦 但是有需求就有供給 只要由中國商人偷偷把這些貨物 運到海外的小島 雙方到這私下交易 荷蘭政府多次請求政府開港通商 進行直接交易 但都被拒絕了 所以荷蘭人要得到這些絲綢、磁器 還是得靠中國商人走私 而這些港違抗政府的近海令 將商品運到海外出售的商人 為了爬被黑赤黑或對抗官兵 往往有火力強大的武裝 也就是海上商業武裝集團 也可以說是海盜啦 其中最強大的就是 鄭人公他爸鄭之龍 所以你說鄭人公不但是海盜之子 日後他自己也繼承了家業 當起了海盜 荷蘭人剛來台灣時 為了得到中國的貨物 都得跟這些海商集團合作 最早是跟李丹合作 但在1624年 荷蘭人沒來多久 李丹就葛屁了 由鄭志龍接棒成為荷蘭人的買辦 不到幾年發展 鄭志龍隨即發展成台灣海峽上 最拉風的男人 拉風到明朝政府都甘拜下風 打不贏嗎?只好買下他 於是海盜當起官 漂白成功啦 荷蘭人希望原本就有交情的鄭志龍 竟然當起官了 那就可以幫忙 關梭一下中央政府 開港通商 但每次都吃了閉門 跟不得已 荷蘭人轉向與另一名海盜 劉湘合作 劉湘以前也是李丹的手下 在李丹死後 劉湘變成葡萄牙的買辦 之後拒絕明朝朝安 與鄭志龍決裂 來跟荷蘭人組成聯軍 準備以武力逼迫明朝政府 開港通商 結果被鄭志龍殺個大敗而回 但鄭志龍不但沒有趕盡殺絕 還答應會給穩定的貨源 荷蘭人又只好乖乖與鄭志龍合作 而後來發生的事情 我們前面都講過了 鄭志龍的兒子 國姓爺正成功繼承副業 統治了正式海商集團 但不一樣的是 國姓爺跟荷蘭人翻臉 這邊故事就不多說了 請覆起前面的影片 總之1662年 荷蘭人被國姓爺趕走後 便與清朝結成清河同盟 雖然英國與政經也組成了 英經聯盟反制 不過沒啥鳥用 隔年清河聯軍在金門擊敗政軍 還順便躲回台灣北部 荷蘭人在基隆建立根據 與南部的正式王朝對峙 但清朝持續實施海盡 把沿海軍民都遷到內陸去 就是為了二死政軍 但這一二的政軍沒事 反而是二死而在基隆的荷蘭人 1668年便自己撤離了 最終在1728年 荷蘭人終於完成了100年來的夢想 開港通商 不過這時中國的主人 早已換成了滿洲人 且距離荷蘭的時期也不遠了 因為一個龐大的巨人 全新之部落帝國2.0 大英帝國正悄悄的崛起之中 大航海時代的台灣這個系列 我參考數目就這些 另外看了很多網頁資訊 我會寫在下面 下一集我也會講講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在台灣的教科書 往往只說來台灣北部 被海人趕走說得不清不楚 下一集我也好好的講明白 除了Youtube頻道的臉書也幫忙我點讚一下 我會常常更新一些有趣的歷史小知識 那我們下期見囉 掰掰 我們多長可以看 就是看 那我可能又很可以 比什麼 人情的長度還好一點 就這樣子吧 掰掰 我們下集中